哈喽大家好,我是投资君 如果你是加州居民 君君希望你了解一下即将要来的加州长期护理税CA Long Term Care Tax 它将跟华盛顿州已生效的长期护理税很相似 简单说,加州将要向没有长期护理险的本州居民收取长期护理税 Long Term Care Tax 具体方案就是,每笔工资都要交0.58%以上的长期护理税 即工资中的每100美元需要至少交0.58美元 它是个强制的,永久性质的税收,且没有收入上限 该税收换来的是当你生活不能自理时 州政府将提供总共36500美元的补助 补助额度会按膨胀率调整,但具体如何调整未知 这里的生活不能自理指的是 吃饭、穿衣、洗澡、如厕、行动、大小便控制 该五种行动中有两种或以上不能自己做 此时就需要长期护理 如果人们觉得这个方案不好 可以选择自行购买长期护理险,来避免交长期护理税 对于长期护理税,加州版本与华盛顿州已颁布的版本有何区别? 目前加州长期护理税已经获得立法机构的批准 正在起草精算报告 该报告将于2024年1月1日完成 这也可能是最后的豁免截止日期 在报告发布之前 我们无法确定具体税收是多少和补助是多少 均均根据加州政府官网的AB567Oliver Wyman Feasibility Report 为大家带来了加州的长期护理税法案的部分内容 第一,长期护理税为强制且永久性质 唯一获得豁免 换句话说,避开该税的方式 就是在税收正式生效之前获得符合条件的长期护理保险 第二,如果你不选择豁免 一旦长期护理税颁布且生效 只要你生活在加州并有W2收入就会自动扣这个税 第三,加州的长期护理费用比别州更贵 且老龄化严重 加州收取的税很可能会比华盛顿州的0.58%更高一些 提案里还考虑高达3%的税率 第四,长期护理税没有上限 我们每次交的美国社保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是有上限的 比如2023年的上限是16万0200美元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年薪为60万 只有16万需要为社保上税 但整个60万都要为长期护理上税 第五,加州政府的长期护理补助是有上限的 终身补助额度为3.6万到14.4万之间 2021年加州的个人长期护理费用平均在2.2万到14.6万每年 而补助是终身总额 并不是每年给那么多 所以几乎是杯水车薪 第六,加州立法机构有权每年将该税率上调两次 且无需通过选民 第七,当生活不能自理时 必须要居住在加州才有机会获得全部补助 如果一辈子没有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 无论是税还是补助都不会急于返还 第八,加州补助计划将在自购保险之后赔付 如果你在豁免日期截止后才自购了长期护理衔 你依然需要交长期护理税 当生活不能自理时 只有自购的长期护理衔用光后 州政府的补助才会开始赔付 经历过华盛顿州长期护理税的军军 告诉你,为什么大家不喜欢这项法案 想要在新税生效之前选择豁免op out 第一,如果你不准备在加州养老 即使你交了这个税也拿不到全部补助 第二,如果你交年轻或是高收入人群 交那么久的长期护理税 你交的税会比得到的补助还多 第三,州政府提供的补助实在是太少 因为补助的目的是让人们脱离贫困线 不是提高你的生活质量 由于真正的长期护理费用极其高 绝大部分人最终还是要自负 或者通过购买长期护理衔来获得更多赔付 如果到头来还是要自购长期护理衔 为什么不早点在该税的生效截止日期之前购买 然后选择豁免来避开长期护理税呢 第四,如果一辈子没有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 无论是税还是补助都不会返款 但同样情况下 如果你自购长期护理衔 设计保单时可以选择要返款 或者选择在去世后把赔付传承给自己的亲人 第五,只要你身体还不错 交一样的钱 自购的长期护理保险会比政府补助高出8-9倍以上 由于君君经历了华盛顿州长期护理税权过程 在这里分享一些经验 第一,很多华盛顿州的小伙伴 直到法案正式生效都有很多人不知道有这个新税 也失去了豁免的机会 第二,华盛顿州开始收取长期护理税的日期 从2022年1月1日被延期到了2023年7月1日 但豁免的时间截止日期并未延期 截止在2021年11月1日 这个事件就是个警钟 如果你也想up out这个税 请趁早行动,真的不能拖 第三,因为华盛顿州新出台的这个法案 导致大家都抢着买长期护理险 由于申请太多,办理不过来 很多公司都停止接受人们来自华盛顿州的保险申请 因此,拖到最后才开始准备的小伙伴 好保险公司的优秀保单选择越来越少 第四,保险申请的暴增导致保险公司处理速度极慢 拖半年以上都是常试 所以建议尽早开始咨询并着手准备 由于加州本来税就很高 未避免雪上加霜 君君希望你可以在这项法案正式生效前 具体了解一下你有哪些选择 每个选项预计要花多少钱 然后对比考虑一下 哪种选项更适合自己 只需在这里报名 君君就会给你带来一对一指导 如果你想再深入调查一下 可以看看这个已完全生效的 华盛顿州长期护理税的视频 当作前车之鉴 关注君君让你的资产无限变大 本视频由超能力投资君提供 一个立志于覆盖全部在每投资理财的知识网站 从投资省税保险退休到传承 理财知识全覆盖 如果你想了解某些投资理财的知识 大几率会在君君的网站找到 如果你未能找到 可以在君君的网站申请免费咨询哦 会有专业的顾问解答你的疑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